3月7日上午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。 会上 加快人口较少民族脱贫奔小康,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,支持重点邻区停伐转型,支持老工业基地结构性改革等问题发表意见。 习近平认真听取和记录并同大家交流,最后做了重要讲话。 习近平在肯定黑龙江过去五年的工作后强调指出,要扬长臂短,扬长刻短,扬长补短。 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,打好发展组合拳,奋力走出全面振兴新路子。 习近平指出,要全面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, 全面深化改革,积极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,保障和改善民生,加强生态文明建设。 要深入推进法治建设,着力打造全面振兴好环境。 法治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,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才,最有利于发展。 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,解决问题,推动发展的能力。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,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,遇事找法,解决问题靠法。 深化基层依法治理,让依法办事未然成风。 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,不断提升工作精气神。 党组织对待干部既要严格管理,又要热情关心。 要保护作风正派,锐意进取的干部,真正把那些想干事、能干事、敢担当、善作为的优秀干部,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。